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周霞正 我们上一次评论了中国的左派名人 富丹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所推崇的中国模式 其中包括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 我们今天继续评张维为 周教授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来评一评张维为的言论自由的说法 那么关于这个言论自由 我们先说一说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在一个场合张维为他说 他说西方经常用言论自由来攻击中国 这倒是对的 而我特别喜欢和西方学者讨论辩论言论自由 我经常问他们 你们讲的言论自由到底是什么呢 他说西方人一般这样回答 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张维为就说我对他们说你这个言论自由啊 肯定比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啊要少很多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的这个西方社会啊 政治正确社会 讲什么话呢都要考虑他是不是政治正确 在一个政治正确的社会里呢 怎么可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呢 一定有很多的禁忌 他举个例子 他说比方说在中国呢 见到女孩子你可以叫她美女 见到男孩子可以叫她帅哥 尽管呢他可能不一定很美 也不一定很帅 但没有关系 这是常用的 比较随意轻松的打招呼的这个方式 但是在美国英国是不能说的 你怎么能够居高临下的判断这个人是美还是丑呢 你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他说这个西方是没有这个言论自由的 张维为呢还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呢中国人喜欢聚会 比方说呀五零后六零后小学同学聚会 四十多年没见面了 起初呢碰面了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了 你见到这老同学发现他头发少了 你说老兄啊你怎么谢顶了 这话呢在中国可以说 但是在美国呢你千万不能说 否则呢就成了基于生理缺陷的歧视 这就是政治正确的问题 在西方呢无处不在 他说只要这个学过点英文的你就知道绝大多数场合不主动问别人的年龄收入 宗教信仰是不是有男朋友女朋友是否结婚是否参加工会等等 在美国呢某些族裔人群犯罪率比较高 但这是不能碰的话题 因为政治不正确 说了这么多这个张维为所说的这个西方言论不自由 中国言论自由 我想问一下周教授 张维为用这种所谓的政治不正确的谈话禁忌 作为言论不自由的例子 您认为这种私人间谈话随意或者不随意就是言论自由的主要内容吗 不是 但是张维为比较狡诈 我给你主题了 我给你分析 比如说 他说什么叫言论自由 就是说你碰你一个美女 你说挺美 你碰你一个帅哥 然后他马上有一个推论 他说你你怎么能够居高临下的来判定这个人是美还是丑呢 这就是典型耍赖 这就是八无 无知无能 无情无义 无道无德 无耻无赖 就是无赖 谁判定人家他是美女还不是美了 你想想 他就给你弄一个虚假课题 或者叫做偷换概念 他说你怎么能居高临下的判定这个人是美还是丑呢 有这问题吗 这就是他狡诈 他所以他能欺负 他能欺骗好多人 就这意思 你可以逐次来分析 你说人家说了 说你挺美 或者说你是个美女 人家就是居高临下了 就是判定你是美女 你还不是美女了 人家难道是学美委员会的评委吗 根本就没这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狡诈 为什么我说他无耻 就这意思 你碰见我们这样的人不行 我们这样的人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逻辑 或者讲理 我们讲理 你偷换概念不行 因为小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师给你们讲 偷换概念 举过好多例子 你想啊 这叫无中生有 比如说他说你卸顶了 就是说你头部可能少了 你过了好几十年吧 你头部可能少了 他说不能说 你这叫基于生理缺陷的歧视 那你说你头部少了 我就说你头部少了 你是你皮肤是黑的 我说你皮肤是黑的 我们中国人皮肤可能是黄的 还有白的 怎么了 我实事求是 我这就叫基于生理缺陷吗 再说你是黄皮肤 还是黑皮肤 还是白色的皮肤 这怎么叫生理缺陷呢 这跟生理缺陷毫不沾边吗 用我们人民大学的校训 这叫实事求是 周教授我想问问 你是在中国生活了七十年的这个人 应该对中国人的讲话的这个习惯 非常的了解 你又是做社会学的这个研究的 中国人之间说话没有这种禁忌吗 中国人说话之间可以随便什么都说吗 中国人之间说话有没有一种 就是说不太方便说的 比方说咱们这么说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张维维后来也在说 说这个见到这个盲人 中国人说瞎子 中国人现在当着人的面 当着盲人面会说 你这个瞎子 你是一个瞎子 会这样说吗 还是说会说是盲人 这是一个是一个语言习惯 瞎子其实也不是说歧视他 瞎子的意思就是老百姓普通的话 就是他势力比较差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 哎呦你势力怎么比较差啊 你是弱势啊 你还是盲人呢 你是一级盲还是二级盲啊 一般人这就学术一般人不这么说话 说这怎么样 但是中国人咱们有一句俗话 就是当着仇人不说短话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要当着仇人不说短话呢 这是对人的一个满意 这是对人的一种起码的尊重 比如说这个人 对 他没有孩子 不是说他不要 他想要 他要不了 一般来讲 我们不能说 哎 你怎么没有孩子 因为没有孩子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叫绝后 或者叫绝户 这就是所谓你当着仇人 你不要说短话 人家没孩子 有各种原因 是这么意思 就是说你叫做接人不接短 是吧 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你 你得有对人起码的尊重 这跟言人自由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我就说张伟为非常的狡诈 就在这呢 他把那根本不是一回事 他跟你猖火 完了他就要他论证 中国模式 中国我一再说是个破了产的极权主义 他有什么 什么优点 他有什么模式啊 你想想 中国建国71年了 作为共和宪政国体 也就是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哪实现了 所谓的言人自由 就是我可以批评 主要说的是政治 中国有句话 不许妄议中央 什么叫中央 咋中央 那言人自由就是我可以妄议中央吧 在美国我就可以妄议 美国总统 这现在就是川普 我就可以妄议 什么叫妄议啊 随便议 当才呢 这个周教授呢 也把这个说得很清楚 张维为呢 实际上是偷换了概念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谈话的礼貌 禁忌 文化上的不同的习惯 这些东西哪一个国家都有 任何的民族都有 不是说西方才有所谓的政治正确 中国也有这种东西 当着仇人不说短话 刚才周教授讲的那种 如果这一家没有生孩子 你直接说他 你是无后 你是断后 你是绝后 绝户 这肯定你不会说的 你会知道 同时在不同的人的关系之间 也有不同的说法 比方说刚才张维为自己说的 这个卸定 如果是生人 你肯定不会去这样说 如果是非常熟的人 甚至是你的朋友之间 大家去开玩笑 或者是说一句 也是非常正常的 你要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属于文化范畴 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或者说至少不属于言论自由的主要的范畴 所以张维为把这个东西用来说 西方国家没有自由 中国人的自由更多 这个完全是搞乱了概念 偷换了概念 而且呢 这个完全是不能说明 一个国家有没有言论自由 这些东西都不是例子 那么我们接着 接着来说下去 其实张维为呢 自己本身他也不傻 他也知道 你只说这种文化上的不同 习惯上的不同 人与人之间关系上 这种礼貌性质的不同 光说这个作为言论自由呢 也不能说服人 所以他也不傻 所以呢 他说啊 他说呢 就说言论自由分成两大类 这他给分成类的哈 一类是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自由 一类是政治领域的言论自由 就刚才周教授已经涉及到政治领域里边去了 我们先说张维为自己所说的生活领域里的言论自由 那张维为呢 自己他就是拿生活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啊 为主要来这个说 因为这个呢 是他觉得最有力量的东西 那么呢 他自己说的哈 我来引述他自己的话 他说可以肯定的说 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自由 中国人要比美国西方多得多 因为中国的政治正确 相对来说 没有西方那么走火入魔 这刚才我跟周教授已经都说了 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这个习俗 每一个国家都有 每一个民族都有 张维为说的并不对 只是说这些习惯 这些习俗 这些所谓的谈话禁忌 不一样而已 程度可能不一样 范围内容不一样 但是大家都有 那么张维为接着说 说坦率的说 中国文化整体上比西方文化更加自然 更贴近生活 更加包容 是经过大世面的文化 几乎什么话都可以说 刚才我们也说了 张维为说这话明显不对 中国人不可能什么话都说 但是张维为也承认 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在深化 在很多方面一定的政治正确 是有道理的 比方说过去人们说瞎子 现在说盲人 这种表述方法 或多或少显示出对 残疾人更多的尊重 好了 张维为现在该说了 政治正确也是对的了 刚才还在说政治正确 属于言论不自由的内容 现在他也说 一定也反映了一定对人的尊重 也是对的了 这个时候言论不自由不存在了 张维为在自相矛盾了 而且实际上张维为举的这个例子 张维为跟刚才张维为 我好像据说他是学英语出身 而且张维为刚才还卖弄了一下 说稍微学过一点英语的人都应该知道 好了 这个地方他说举个例子 瞎子现在说盲人 瞎瞎在这个例子上面 好像张维为举的例子有点问题 因为在美国 瞎子和盲人是一个字 blind 是一个字没有区别 美国人在这个上面 没有政治正确还是不正确 所以这个家伙偷换概念 对 习惯 他是一个习惯 恶习 他说说就跟你来一个偷换概念 一般的你要是跟不上他的 你就上当了 你就上当受骗了 所以叫忽悠 什么叫忽悠 他说的的的确确有一些欺骗性 因为他说的那些东西 的的确确是事实 美国人在说话的时候 的的确确根据场合 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的的确确有一些禁忌 比方说我们在下面 美国人也是一样 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 我们在这个一般的时候说话 比方说大家说了一句什么脏话 骂了一句脏话 骂了一句国骂 挺正常的 尤其是男人 骂一句国骂挺正常的 现在呢 有些人把这个国骂 或者是这个骂人的话呢 稍微的把它这个包装了一下 然后说大家说 说哦 我去 其实这句话是一个骂人的话 大家把它包装一下 好像可以说出来 但是这句话 在公共场合 在讲话的正式的讲话场合 谁能说这句话 没有人能说这句话 但是是不是就因此说 没有言论自由呢 这明显不是这样 对吧 这是一个文化习俗的这个问题 是说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 有所区别 这种和言论自由 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个张维为呢 是在偷换概念 以此来掩饰 中国的言论不自由 和美国的西方的这个言论自由 这个区别 对 因为中文的一句话 叫骂人是对的 因为骂人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愤怒的情感 骂人有什么不对的 但是骂人你不要带张字 什么叫张字 你在小学中学的时候 老师告诉你 这些字就是张字 你骂人可以 你不要带张字 这句话是对的 对 骂人有什么不对的 你就欠骂 你看张维就是欠骂 但是你不要带张字 知道吧 而且你不要 你骂 比如你骂张维为 你不要带张字 而且你不要涉及他的妈 因为你想 他是他 他妈是他妈 或者他奶奶 是他奶奶 他老了是他老了 你不要说 因为中国这国骂呢 他带他妈 你知道吧 这也不对 这叫张字 所以呢 这个周教授 举的这个例子 不要带张字 不要这个 涉及到 别人的妈的问题 如果我们用 张维为的话来说 张维为的观点来说 是不是周教授 这些禁忌 就是言论不自由的 例子呢 言论自由的意思 很简单 就是人呢 有嘴 可以说 可以呼吸 可以吃 喝 表达 所以人家就在表达的自由 这个表达首先是对政治的表达 对对 简单说就批评老大 谁是老大 批评谁 比如美国他的行政首脑 是美国总统 就可以批评他 所以叫高官没有隐私 公众人物 你没有隐私 老百姓有 这么回事 所以说中国说不自由 就是你没有权利来批评老大 你批评共产党就不行 共产党是执政党 批评就是批评他 你不执政我批评你干嘛呀 对 你不是老大 我批评你干嘛呀 批评就是批评老大 所以中国教不必要妄议中央 我说我们这些人 就是妄议中央 我们活着 我们当老师 我们有表达权 干嘛呢 妄议中央 妄议中央是一把手 二把手 三把手 我们妄议就是妄议 妄议就是随便 对不对 我们作为政治分子 我们的责任就是妄议中央 谁官大我就说谁 你是一个 未成年人 或者你是一个老百姓 我干嘛要说你啊 是不是 美国的权利人自由 就是谁老大 他就说谁 你不是说川普 他是总统 他在记者诺诺诺诺会上 他跟记者就互相 应该说对骂 你骂我 我就骂你 他非常可爱就可爱在这 对不对 中国你敢呢 你敢你敢骂那个 你敢骂老大 我不说你就没了 消失了你就 当然没有自由了 中国俩有什么自由啊 所以这张维为就是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 周教授说的这个是关键 美国的总统 何以跟记者对骂 美国的总统 没有办法治记者的罪 这种情况在中国 不要说总统跟记者 你就下面一个小村官跟记者 能出现这种情况吗 恐怕都不行 所以这个是说到了第二个问题 就是言论自由 政治方面的言论自由 这个呢 张维为呢 刚才我们也说了 张维为也不傻 所以他分成了两类 他说这个言论自由啊 是生活方面的和政治方面 张维为在政治方面言论自由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在政治领域内的言论自由 应该说双方都各自有特点 有各自的特点 双方是指中国和西方 美国和中国 他没说谁好谁坏 张维为很狡猾 他不说谁好谁坏 他说都各有特点 意思就是说谁也不好 谁也不坏 各有特点 各有特色 我是中国特色 你是西方特色 不能说你的就是好 我的就是坏 当然他也没敢说 中国的政治方面的言论自由是好 美国的西方的是坏 他也不敢这么说 因为这样说 的的确确大多数人就会看透了 所以他说各有特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张维为是一个左派人士 他明显是要推崇中国模式 在这个时候 他不说中国模式里的言论自由 政治言论自由是更好一些 明显显示出张维为在这方面底气不足 明显显示出 要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不说的 这个方面我觉得他是言论 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底气不足 那么在各种场合的里边 就是谈这个政治言论自由的方面 张维为所举出的例子 基本上都是西方国家的例子 基本上不举中国的例子 因为我知道张维为也知道 中国在政治言论自由的方面 乏善可陈 他说不出来 所以他的办法就是说 使劲的攻击西方 攻击美国 你这个地方体现你政治言论不自由 那个地方你从 所以他提出了一大堆的各种各样的 所谓的例子 我们不去评论 他那些所谓的例子 这是他们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手法 就是说不说中国 只说西方 那比方说 他有一次 他说 这个张维为胆子还挺大的 他说有一次 他说我们来比较一下 政治领域中 中西方言论自由 他自明得意的举出了许多个 外国所谓压制言论的这个例子 他举了许多 他包括说 英国不允许歌颂希特勒 日本不允许批评天皇 泰国不允许开国玩玩笑 法国不允许说 科西加独立 美国不允许播放本拉登讲话 维基紧密网站出一个 美国就封一个 出十个封十个 出一百个封一百个 现在你在美国讲中国好 就是政治不正确 要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在台湾讲统一 你就要冒巨大的风险 网站被封杀等等 我想问一下周教授 你觉得刚才我所引述的张维为的这番言论有什么问题吗 基本它都不是事实 简单说 我的评价就是邓里面说瞎话 比如说 中国有邓小兵理论 是写在党章里头 写在宪法里头 邓小兵理论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变 现在他已经变了 他不是港人治港 也不是高度自治了 他连自治都没有了 他也藏不到高度 他也不是港人治港了 是大陆人治港 你说这个 你敢说吗 你张维为你是一个 你还好歹走过一百多个国家呢 你说一句啊 你想 堂堂正义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 就是用文字 系统的批评了 习近平 你背弃了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不动摇 党的基本路线就包括 党的什么理论 就包括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他系统呢批评了他 怎么样 这个工资不给了 开除了 也不让上课了 书也下架了 现在还控制出境 不让许章润出境了 比如我想出国 我想治个病啊 或者我想旅游 不许了 中国都到这份了 还有张维这种民族败类 在这儿 等着跟你说下话 说中国的言论自由 比美国还强 就这种无耻之头吧 你就第一个揭发的 批判的 所以我一再跟他们讲嘛 对对 你这几个中国有几个无耻之头 影响力还比较大的 张维为 这个上海富兰大学的 让我们人民大学的 有一个金太荣 还有一个环球日报的 叫胡锡进 还有一个所谓民间学者 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败类 叫司马南 你把这四块料 邓在一块 咱们辩论 我一人类他们四个人 你们一句我一句 你们一分钟 我也一分钟 让老百姓看看 看谁得有道理 对不对 你们四个人在一块 我就练你们四个人 对不对 这都是民族败类嘛 在这儿 还在这儿忽悠人呢 对不对 我作为人民大学的 一个退休老师 我的 我就是四个字 实事求是 刚才张维为这方言论啊 我看出有一个问题 因为张维为他说是英国啊 日本啊 美国啊 法国啊 分别都举出来这个例子 他这些是分别的 不同的国家 张维为把它串在一起 给人以印象说 西方国家有这些特色 西方国家都是这个样子 他们并没有政治言论自由 而实际上他举的例子 不管是真是假 都是分别每一个国家的 并不代表一个国家有 另外一个国家也有 所以张维为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欺骗性 给人的印象是说 西方国家有这么多的问题 其实他说的都是个别的例子 而这些个别的例子 张天帆教授 曾经专门写过文章去驳斥他 我们不在这个地方来陈述 我想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他当在说西方国家都没有这些政治 政治言论自由的时候呢 他没有举出中国有没有政治言论自由的 这个情况 他没有举 他是想给人一个印象说 西方国家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政治上没有 所以呢 让中国人感觉到说 你呀 不要去幻想 说真正有言论自由 世界上 西方国家有 西方国家哪有啊 你看我给你举出这么多例子 西方国家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没有真正的政治言论自由 你歇歇吧 你睡吧 是吧 什么意思呢 既然是西方国家都没有 最崇拜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都没有 你想让中国有 那不是天方夜谭吗 咱别谈这言论自由了 对不对 跟哪都没有 所以这个这个张维为是给人发出这种信号 说你不要去追求这个政治上的言论自由 因为西方国家也没有 但是张维为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想就这个事情 就是说言论自由 在这个西方 所谓的言论自由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无需担心报复 无需担心新闻检查 无需担心法律的处罚 他不仅指人与人之间 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得干预他人的言论 私人之间 我说什么 你不能干预 你说什么我也不能干预 他指的不仅仅是这个 包括这个 不仅仅这个 更重要的是刚才周教授已经说了 政府不得干预公民的言论 不得进行新闻检查 更不能因言至罪 这刚才周教授也说了 美国总统可以跟记者去互怼 中国可以吗 我们想象一下中国可以吗 有任何人可以跟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或者是中国国家主席互怼吗 任何人 不要说记者 连第二号人物跟他互怼可以吗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个是不能新闻 不能因言获罪 这个是重要的内容 这个是言论自由 就是说言论我说了以后 不仅仅是说我忌讳和不忌讳 而是说我会不会进监狱 那么在今天呢 所有的中国的媒体都属于中宣部领导 我们是这个不管大小媒体 只要你是媒体都属于中宣部领导 那么我们可以问一问张维为 谁敢谁能在任何的一个媒体上 或者甚至你不是媒体 你如果上大街上 你说我喊一句打倒共产党 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 甚至不是打倒共产党 甚至是说一个地方的什么领导人 省委第一书记 市委第一书记 市长 有谁敢这样 然后不受这个法律惩罚的 当然没有 中国人应该知道这个情况 那么有谁敢说说宪法 因为前期的时候修宪 把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制给取消了 有人说呢 这个是要这个终身制 恢复终身制 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目的 但是有谁能够公开讨论这件事情 公开批评这件事情 谁能公开批评 刚才周教授也讲了 妄议中央 周教授说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 就是来妄议的 但是在中国 谁可以公开的妄议中央 不管是在媒体上还是在媒体上 有谁可以公开的妄议中央 周教授和我是在这边 周教授为了言论自由 都到美国来了 移民到美国 到这个地方来享受这个地方的言论自由 在中国 周教授用周教授自己话讲 真要是这样说的话 自己也就进去了 对不对 那么这些 我们看到了这些社交媒体 中国社交媒体 现在使用的也非常普遍 所有使用社交媒体的人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你的帖子是可以被删的 你的账号是可以被封的 你的人都可能被抓 中国有一些人就因为你转了一些帖子 根本不是自己写的是转 不管是在国外 在推特上面转 还是在国内微信群里边转 都有被治罪的 最近还有呢 有一个人被判了九个月的徒刑 就因为他转发帖子 转发国外的帖子 在推特上面 还不是在中国国内 被判九个月 这是最近刚刚这个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些东西 那么如果我们来比较 中外中西言论自由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就是在西方 在美国 不会因言获罪 在中国分分钟都可以因言获罪 获罪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所以呢 就是这个我们也看到了 刚才周教授也说到了这么多人 由于言论都被治罪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有许章润 蔡霞 任志强 耿肖南 孙大武 黎智英 最近的就是黎智英 哪一个不是因言获罪 那当然中国给他们治罪的时候 都不说是因言获罪 都说他们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 经济问题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贪污问题 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因言获罪 是因为他们发表的一些言论 所以这个其实 这也许就是张维为所说的 双方各有特点 所以张维为不说 那么这个第二个东西 我认为就是说张维为刚才说的这个东西里边 第二个有问题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承认 其实中国也认可 言论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 这种普世价值呢 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承认的 就是说每个人都与生俱有 每个国家都应该予以保障 实际上呢 就这种东西 比方说我们说朝鲜 朝鲜本身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我们没有任何人会说朝鲜有言论自由 但是朝鲜的宪法里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 当然是可笑 但是他也知道 这个是对的 所以他在宪法里边 也是要好看 他这个宪法 朝鲜的宪法的第五章明确规定 朝鲜人民享有多种自由 包括言论自由 中国 也有啊 中国的宪法里 第35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 最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他也知道言论自由 是要维护的 他知道 但是他不会这样去做 张维为举的所有的例子 不是说言论自由出格了 应该受到限制 就是西方国家呢 也限制言论自由 那么张维为不去解释中国言论自由的情况 也不举中国政治言论自由的例子 而是通过证明西方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那中国就做的就就好了 好像说西方没有 中国就不该有 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权利是普世权利 这个权利是大家都承认的 包括中国 包括朝鲜都承认 如果真的像张维为那么说的 说西方国家都没有 你都压制言论自由 政治言论你也压制 生活言论你也没有中国好 退一万步讲 即使那是事实 中国人就不该有言论自由了吗 即使都没有 大家都没有 中国人就不该有 中国人就不该有 这种大家都公认的 普世的 余生俱有的权利 就不该有吗 张维为明显是在拿西方做模式嘛 向西方看齐嘛 这是张维为本身不想做的嘛 对不对 张维为都说了西方模式失败了 中国模式才是好 那么中国模式 为什么一定在言论自由方面 向西方看齐呢 这个讲不出道理吧 周教授您看呢 这就是正理说瞎话 他说凡是 要把自己的本国的模式 学西方这种模式了 选一个 失败一个 完全是胡说八道 你跟着苏联 前苏联干的 现在你跟着中国干的 叫极权主义 你学一个 你失败一个 这么回事 他就是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吗 这句话在飞机上 邓小平跟一个 好像叫李慎之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就这么说的 说你看看二战以后 凡是跟着美国的 学美国模式都负起来了 凡是跟着苏联的都穷了 反着完全是反着 张维为就是 凡是跟着美国的西方的模式 学的 有谁一个失败一个 他就跟你来一个 就是我留保我怕谁 我就跟你在那里说瞎话 而且中国人他到这份了 他吓唬你 你不要说你说批评政府 你想你都没敢想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 叫莫谈国事 就是没人理解 别在茶馆里头 没有窃听器 没有特务 你说政治问题 叫莫谈国事 他吓唬你 所以我到了美国来 我就说罗斯普总统有四大自由四大权利 第一个 就是让美国人民有一个免于恐惧的权利 当然我还不太理解 我怎么怕什么呀 怎么不怕呀 你在中国大陆待着 你像我 我要到 我要在中国大陆 我也不能这么说呀 那我不是拿着鸡蛋 往实在上撞吗 对不对 我到美国来 我可以说 到美国来 这种恐惧 降低了 我并不是说我到美国来批评美国总统 或者我批评左媒 就是偏左的传媒 大传媒 我批评他们 我就害怕 我不害怕 我在这有安全感 我说错了 你可以批评我 我也可以批评你 这就是所谓自由 自由你就得负责任 所以我说话 你可以录像 你可以录音 我也可以写出来 那就是自由 你得负责任 我当然要负责任 我说的话 就是我说的话 但是你用我说的话 比如你窃听 你偷露了 你想举报我 说老周胡说八道来了 什么证据 你说我 窃听的 我偷露的 不行 偷露跟窃听 不能作为证据 除非你给我录了音 我也不知道 要窃听了 完了呢 你告诉我 你给我放一遍 说这就是你昨天说的 我签字 我说这就是我说的 这就可以作为证据 所以说在中国哪有这事 我说你什么 你就是什么 要说你行 你就行 不行也行 说你不行 你就不行 行也不行 横屁叫 不服不行 随便给你扣一帽子 你说你危害国家安全 有什么道理啊 人家就在微信上 转了几条微信 就告诉你 危害国家安全罪 就给你定罪了 还不是说你有错误 给你定罪 这个罪给你抓起来 我判你二十年图形 给你灌死在电影里头 中国都到这份了 还有这些无耻之徒 张维就是一个 还是说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有那点好的 据说他也得 这个这个什么 他也可能要走 你想一想 你一会儿留下提 在沿岸的时候 第一个提出来 毛泽东思想 怎么样 毛泽东你妈的脸 你就是叛徒特务内奸 你是国家主席 党的副主席 照样把你整死 你别以为你拍马屁 就有好下场 我跟你讲 林彪也是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作手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怎么样 一家三口 说在问多少看 所以在中国 你没有安全感 你不要说我没有安全感 你就是国家主席 党的副主席 写的九大党章里头的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和可靠的接班人 林彪有什么安全感 说完就完 你不要说老百姓了 你 你还在那吹 中国什么模式 中国就是你今天 你金满乡 银满乡 明天期待人接放 你知道 正向他人命不长 哪知回来 自个儿命也丧 所以这一帮 鼓吹中国模式 这一帮人 就是一个无耻之痛 刚才我们说了 他拿这个西方 没有政治方面的言论自由 来作为一个理由 来说好像是说 中国也不应该有 但是他恰恰 他说错了 即使西方没有 西方有没有 我们暂且不说 即使西方没有 中国也应该有 因为这是中国 也认定的普世价值 中国的宪法 也保障的权利 为什么中国人 应该由于西方没有 中国人的这个权利 就该被剥夺呢 这是没有道理的 还有其实张维为 还在自己 他自己说 他走了上百个国家 他到世界各地去演讲 他去跟所有的人去辩论 跟西方人的名人 西方人的学者辩论 辩论中国模式 西方模式 辩论中国的言论自由 西方的言论自由 他说的就是 他可以自由的 说这些东西 好了 张维为可不可以 在中国和中国人 或者外国人 直接辩论这些东西 直接辩论中国模式 西方模式 中国的言论自由 西方的言论自由 张维为可以公开的吗 可以找到不同的声音吗 中国人也好 外国人也好 可以在中国公开的和张维为辩论 这些问题吗 这不也体现了 张维为享受的是西方的言论自由 他可以在西方国家随便地说 但是他在中国可以说这些议题吗 可以辩论这些议题吗 张维为自己心里面应该很清楚 其实他不是不明白 他就是不告诉你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自由 我找了一组这个数据 自由之家 每年一度的国家自由度这个调查 那他这个满分呢 是一百分 其中的政治权力占四十分 公民自由占六十分 三十四分以下的国家呢 是不自由国家 三十五分到七十分呢 属于部分自由的国家 七十分以上属于自由国家 在这个调查中 最近的这一次调查 台湾得九十三分 美国八十六分 韩国八十三分 都属于自由国家 中国多少分呢 十分 其中政治权力方面 中国得了负一分 中国和台湾相差的 悬殊到这个程度 在自由度上面 那么有意思的是 说到这个国际这个调查 国际的公约 刚才我们说过了 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 国际公约 我们说到这有意思呢 张维为也提这个事情 张维为也提 他在一篇文章里边 他说啊 战后形成的联合国的 一系列人权公约 最有名的就是联合国 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张维为很清楚 张维为其实知识蛮丰富的 他知道怎么回事 他说呢 其中对自由的论述 也是既强调自由 又强调责任 他是说强调有限制 他不是强调自由 他是为了强调限制 来引述这个公约的 说大家可以认真读一读 这个联合国公约 特别是第十九条 一方面认为 人人有自由发表权利的 发表意见的权利 但另外一方面 有明确规定 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 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 包括遵守法律规定 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 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我们先不说这个具体的条约的内容 但是从张维为说的 说是最有名的 这个公民权利 及政治权利 这个国际公约 同时他也说 引述了这些这个东西 看来张维为很认同这个国际公约 是不是 所以呢 问题就来了 尽管中国在1998年 政府就签署了这个公约 到今天为止 22年 1998年就签了 今天2020年 22年以后 中国的人大还没有批准这个公约 大家可以想象 22年没有批准公约 为什么 是因为中国人呢 跟中国政府 跟中国共产党 不保持一致了吗 他敢吗 是因为中国人的民意认为 不应该批准这个公约吗 政府签了 但中国民意说 不能批准 谁听呢 谁听中国的民意 中国民意怎么反映出来的 这个公约 这个张维为推崇的公约 张维为引述的公约 中国至今不批准 不执行 为什么 张维为怎么没说到这一点 张维为忘了 他只想把这个公约引述成为 言论自由是有限的 所谓的责任 国家安全 是有限的 他忘记了中国政府 中国执政党 根本就不认同这个公约 签了22年前 现在根本就不执行 这个东西 现在呢 造成了张维为拿来攻击西方 言论不自由的工具 是不是太有讽刺意味了 周教授 对 因为这个国际公约啊 我们签了 为什么 骗人 你看我们多好 我们签了 签了 但是呢 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批准 他就由国际法 他就没有变成国内法 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人民过过的管家范围之内 他不执行 他为什么你不执行你批他干嘛呀 我逗你玩 简单说我骗你 但我又不执行 两边派嘛 张维为就点下了一个两边派 他不是不知道 他知道 知道他就给你 故意的给你胡说八道 你知道吗 就是那句话嘛 我流氓我怕谁 他承认我流氓 但是我怕谁 我们的观点就是你是流氓 谁怕你 对不对 这么回事 所以那俩公约 一个是A公约 一个是B公约 我们签署了 A公约 我们也批准了 B公约 我们签了 22年我们就不批 为什么呢 这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不打算实行 我就不批 如果他以后他批了 批了他也不打算实行 你知道吗 是这么回事吗 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政府 在某一个程度上 还是讲 说实话的 我不想批 我不想实行 我就不批 以后更恶劣 我批了我也不实行 而且我不让你们知道 我不是不让你们说 我不让你们说 我并不是说 没有自由 我说自由 我让你说 按照你不敢说 你吓唬你 我让你惧胖 你想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记者 或者说西方的记者 到中国去问 在大街上问 随便找一个 老百姓 你就问 你随便 你看我们都会有自由没有 你随便问 但你问谁谁也不敢说 中国政府有这种本事 我让你害怕 我让你恐惧 我让你说你都不敢说 你想 中国到什么程度了 到这种程度了 他还是吹 什么中国模式 什么模式啊 有组织诈骗模式 而且诈骗的让你 根本就不敢说 不敢说让你 你能说 你也不敢说 就是默贪国事 我对这个周教授 所说的这个 有组织诈骗这个词 特别感觉到 这个有深度 这个说法特别有深度 而且是一个大规模的 有组织的一个诈骗集团 再往前说 超级有组织的诈骗集团 还不是大 大都不太 这个量级都不太够 超级 所以才出现这种超级的 当然也不能说超级吧 就是说像张维这种骗子 也算一个 用你的话来讲 比较知名的骗子 什么样 臭名 臭名远扬 是 张维维的确 欺骗性很大 所以网友坚决要求 我们要评一评张维维 在我们评了 胡锡进和金探荣之后 坚决要求我们说 再评一评张维维 说这个家伙欺骗性很大 在中国国内知识分子群里边 颇有市场 我们今天就评论了张维维的 言论自由方面的说法 那我们下一次会评论张维维的 有关西方模式失败论的这个说法 我们感谢我们的观众 也感谢周孝正教授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国网络 中国网络掀起一股低调炫富的C潮流 观察中国网络变化的学者 称其为凡尔赛文学 迅速引发官媒新华网发表评论 批评陷入误区 网络观察家朱学恒指出 凡尔赛文学有点像是末日文学 它背后隐含了猪门酒肉臭的意思 但如果跟成语的下一句 陆有冻死骨接在一起 就会发现它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治权 而官方的反制 也显示中共党机器的年轻化效率提高 官方言论控制的演化速度 已经超越了民间 令人担心 凡尔赛文学近来在中国的网络爆红 它传达的是一种在反向 或是不经意的话语间 流露出高贵奢华的上流样貌 它之所以会成为热门的话题 据中国媒体报道 是来自于微博博主蒙奇奇 时常在网络上分享一些 北京奢华生活的贴文 据传她的新书被查尽 有网友指她的奢侈文都是虚构的 但蒙奇奇澄清自己微博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真的 只是文字的表述有些加工 姑且不论网络内容是真是假 但它在中国的网络世界 形成了一股风潮是不争的事实 有越来越多的网友 发文模仿这种文体 像是 老公送我的兰博基尼也太丑了 哎 最近学校的考试真多 都快应付不来了 觉得自己蛮笨的 真不知道我当初怎么能够念进哈佛的 很怀疑自己的能力也 甚至还成立了凡尔赛学研习小组 互相交流学习凡学 虽然凡尔赛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词汇 但其实在更早以前 红杰一时的小时代 三十而一等作品就已经存在这样的样貌 台湾网络观察家朱学恒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更早之前 小时代其实就是类传的赛文学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引到当局注意 那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很华丽 郭敬明的小时代 在那个时候他致敬的对象比较多是 Six in the City 但因为在中国Six不能太多 所以他就着重在Ander City 还有这些年轻人的发展 那你看到他的直系子孙到后来 譬如说有三十而已啊 或者是描述当代年轻人现象的 那个很受欢迎 可是他的意外分支就是出来这个凡尔赛文学 之所以会取名为凡尔赛 是因为一听到凡尔赛宫 马上会联想到法国贵族们穿着华丽的服饰 在宽阔且布置富丽堂皇的城堡里 享尽奢华的美食与美酒的画面 不过朱学恒认为 凡尔赛文学我个人看 有点像一种末世文学 就是法国大革命前期 然后大家觉得压力很大 可是贵族照样歌舞升平 然后民间有很大的张力 为什么当局后来会震怒查景 是因为他背后隐含着一个 猪门酒肉臭 但路有洞子谷他们明写 可是你看你就觉得 他爽成这个样子 上海买一座别墅啊 然后喝哪里的五大酒庄啊 他确实也存在很多地方 可是当你把他这样 用糖衣包装写出来的时候 他骨子里其实有一点点 报道文学跟强调说 不好意思啊 你们这些这个loser 你只能远远的看 这些凡尔赛文工里面的人 也就是说 如果猪门酒肉臭 可能演变成路有动死骨的下场 那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中国政府 必须要去重视凡尔赛文学了 不怪乎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评论称 有人说生活往往容易陷入 两大误区 一是看别人的生活 二是生活给别人看 秀优越 晒生活是个人的自由 自娱自乐也无可厚非 但如果被凡尔赛文学 运含的价值观牵着走 难免会陷入误区 甚至走偏人生的方向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展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炫耀可能是我们中国大陆 相当一部分人的一种心理状态 我举一个例子吧 现在讲的这个什么东西啊 吃了什么东西啊 这个还好 甚至还有人做一些不合法 乃至于违反的事情 比如说他开了一辆很好的车 但是他没有驾驶的这个资料 没有执照 他结果把自己这样的车的照片 发到网络上去 最后导致被举报 警察找上门来处罚他 这样的事情都有 网络观察家朱学恒指出 法尔赛文学的危险在于 原本只是满足一群 围观吃瓜的群众 在还没那么富有的时候 希望能够看到一些 上流有趣的东西 但这群人可能看着看着 就会越发心生不满 而这样的群众心理 将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他表示 中国共产党显然看到了 下一句路有动词骨的演变 因此致敌机先提前防堵 朱学恒观察 中共对网络言论审查 与控制的机制不断在进化 以非昔日的吴夏阿蒙 总是把查净的东西 弄得越来越红 他举今年上映的电影《八百》为例 表示开放的原因 是因为中共需要民族主义 但除了八百之外 官方手上完全没有 民族主义导向的芯片 因此他们宁愿把 当年中国国民党抗战 或者是影片中 有中华民国国旗的部分 中一只眼 第一只眼就让他过去 而且票房看起来 确实很成功 朱学恒说 所以我们必须要讲 这个对岸的审查 或者是言论控制的机制 已经进化在进化 他甚至可以预测 这个对于全国的舆论 跟全国的商业成功 会有正面的影响 那所以八百今年可以上 但凡尔赛文学今年受到打压 就是他看到背后真正的压力之所在 所以凡尔赛文学是老共那边很好的一个围堵的案例 就是自敌机先 就他还没有长大 他还没有全面扩散 然后就把他宰了 现在隐隐然有一个状况是 党机器的演化已经越来越快 那所以对岸的网友 可能他们能够有弹性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举个例子 像B站就哔哩哔哩 已经很快进入党机器的控制当中了 朱学恒观察 他们的党机器在进化 而且参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所以当世代开始交替 他才有能力去防堵凡尔赛文学的时候 看起来他们的党机器年轻化 效率提高 而且开始有越来越多新一代的人加入 那我觉得这个是 他们在演化上面的目前领先的优势 可是不会永远都这样子 如果凡尔赛文学有中共的影子在背后抵制 那么本月初官方公布的 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可以说是中共鼓励 以及想要呈现给国民看到的流行语 两者共通之处 都是受到中共的言论审查 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 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 兼顾领域专家意见和搜索引擎收入的情况 盘点出中国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依次为逆行者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带货 云监工 光盘行动 奥利给 好家伙 夺冠 不约而同 集美 逆行者最早出现在天津大爆炸事故 当大家纷纷冲离火场时 却有一群消防员返向前进灭火 因而得名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再次用来指称自愿前往抗疫最前线的年轻医护志愿军 这个字词的重见天日 显示中国政府希望把它变成一个激励人心的概念 根据人民网的报道 光盘行动旨在让人民培养节约 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的习惯 牢记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对照中国从去年到今年的粮食短缺问题 以及因为非洲猪瘟 导致中国官方必须释出战备猪肉来应急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说 光盘行动虽然跟环保有关 但环保并非是主要 重点还是在为政策宣传 此外 生活中包含了喜怒哀乐 但中国官方公布的十大用语 全是正面积极的与会 展江表示 官方对它的过滤 这个是一个经过官方精心选择的结果 因为我们知道 生活它肯定不是一面的 但是我们看这十个网络用语里面 基本上都是喜和乐 这个是基调 这个让人高兴的 开心的 正面的 阳光的 所以这里面的宣传意味很浓 这里面看不到怒 看不到哀 2020对中国人来说 首先是疫情 疫情造成了这么多的灾难 忧伤 哀愁 一个都看不到 用这个逆行啊 基本上就给带过了 整个这个基调呢 是一个宣传的基调 正面宣传啊 不要有负面情感啊 积极向上啊 是这样一个产物 所以呢 这个十大呢 并不是一个 民间评选的结果 是一个官方评选的结果 云坚公这个用语 是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 火神山医院 雷神山医院 24小时直播新建 千万网友 透过网络来观看 台湾中山大学 政治所教授 刘正山 接受美国之音 采访时表示 网民非常迫切地 希望医院 能够赶快建好 却也不希望医院乱盖 大家等于是 透过社群网络 关心不在自己身边的事情 也意味着 社群行动 就是集体行动 光盘行动也是如此 加上行动两字 就形成了集体的概念 刘正山说 中国这边表达的 这个群体行为 就是透过个人 向群体表达赞许 表示我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 互相打气加油 这种把我融进社群 然后也透过对社群喊话 产生对自己的 这个温暖的感觉 这是一个 这一个前几名 看得出来的精神 刘正山表示 网络用语反映出 即使没见面 文字也需要温度的社会需求 民众上网沟通的打字 短而传神 是短语使用的目标 其中要表达自己有温度 又能够沟通顺畅的最好方式 就是幽默 因此在群体意识的社会 这类用词往往广为使用 借用与传播 从中国十大网络用语来看 带有呼叫群体 肯定群众温情喊话的意味 较为浓厚 中国的十大网络用语 几乎都是在中国自身的 封闭型网络使用 唯独带货这个词 跨出了台湾海峡 跨出太平洋 有不少外籍的直播主 也加入了带货售卖的行列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 与传播学院教授展相表示 带货在中国非常非常的流行 绝对是十大用语的年度之王 带货 这个是非常流行的 你既可以在正面的意义上 说这个拉动经济 怎么样怎么样 也可以在一般的意义上说 这是一种新的销售的方式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负面的案例 我个人看法 跟这个疫情有关 中国出了一个大神 就是中南山院士 他本来是一个医生 但是他现在什么都销售 中草药 饮料 从药品 保健品 到一些热门的生活用品 他都销售 他把自己变成一个销售达人了 这也带货 那也带货 带货这个词是一种 商业的新的形态 流行词汇中绝对的年度之王 台湾网络观察家朱学恒分析 网络抗疫跟资源 是中国官方 2020年度用语的主旋律 但光看官方公布是不够的 那些没有被官方列进去的 可能才是真正民间网络 广为流传的用语 比如地摊经济 红到各种网红都去直播 又如战狼外交 是中国全国上下 都在跟进国际媒体的报道 竟然都没有被纳入 显示哪些能成为被公布的流行语 哪些不能都有政治的考量 朱学恒说 整理出来的重点应该是 网络抗疫跟资源 那这三个是变成他们的主旋律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今年一整年 能够变成流行语 然后又不妄议中央的 并不多 大家总不能再讨论说 这个中兴有没有骗人 或者是华为被制裁 有没有造成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十大流行语里面 是插边权 但是真正那种三阵的好球 或者是一个全雷达打出去 其实大家都避开来了 所以看这个十大流行趋势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要看那些 明明该出现但没有出现的事物 你的情报推论 跟整体环境的判断 才会比较准 他还说 中国官方已经在铺陈包含上 嫦娥或新研发技术 以及国际间的自傲等 作为新一年度的主题 研判2021年的网络与会心焦点 很可能会集中在 富足团结建立自傲的主题上 从凡尔赛文学的意志 到官方公布的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背后都有中国共产党的党机器 在控制着言论审查 当网络的发展跟媒体控制相互竞逐 差别在于民间有创意 可是党机器有公权力 最后到底哪方胜出尚不可知 但别忘了 西方世界过去以为 让中国踏进国际舞台 有助于中国全球化与民主化 但最后却是以失败收场 这个21世纪很好的 媒体与政体的研究场域 会如何发展 值得观察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 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公民记者张展本周二 被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以刑讯滋事罪判刑四年 此日张展的辩护律师公布了 张展在庭审期间以法官争锋相对的言语 起诉出指控张展在社交媒体发布虚假信息 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对于当局的指控 张展认为他没有编造任何虚假信息 据辩护律师披露 审判长问张展个人信息 以便核实 张展不回答 沉默面对 法官说 既然张展不回答 请书记员记录在案 张展对审判长说 你不觉得 你把我推上被告袭 你的良心会告诉你这是错误的吗 审判长一时语色 在何亦廷告知当事人权力义务阶段 审判长宣布何亦廷公诉人名单之后 问有何意见 张展对审判长说 在你纠正你的错误之前 没法回答 这是审判你的法庭 不是审判我的法庭 其后 张展又打断审判长的话 说 这是你的司法游戏 当公诉人念完起诉书 审判长问张展是否属实 直接回答 张展的回答是 在汉朝的时候 诽谤政府无罪 张展在庭审初期的回答 据说让现场公诉人 法官面面相去 不知如何应对 本台记者就此之电 张展的辩护人张科科律师 但他不愿回答庭审情况 他说 不太方便接受外媒的采访 那会不会上诉呢 因为法官没有告诉他 也没有问他 他也没有回答 只能后续他再做决定 根据张展的辩护人披露 当公诉人询问张展何时 进入武汉 有无通过推特油管发布 有关信息 及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 张展回答 这个国家之所以衰败 正是因为有你这些荒谬的问题 当辩护人任权牛律师 问张展对起诉书有何意见 张展再度发言 他说 政府指控人民的讲话 这种指控本身是错误的 因为这意味着 我每句话要被审查 国家有权利审查公民言论吗 张展续称 公诉人认为 他说的是谣言 正是这种言论控制 才让社会不安全 他发的视频都是别人的话 或转发别人之言 公检法如果要对人民审查 可以把任何人推上法庭 国家的恐惧来自于 对人民的不信任 张展一位匿名律师 对本台说 张展被羁押七个多月来 以两种方式抗争 一个就是用绝食的方式 来抗议对他的抓捕 迫害和审判 另外就是用这种拒绝回答 用沉默的这种抗议的方式 表达他对所谓审判他 清华大学教授郭玉华 非常敬佩张展的行为 他对本台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当天发表声明 谴责中国政府判处 公民记者张展有期徒刑四年 声明表示 中共从一开始就限制并操控了 关于武汉新冠疫情的信息 并严厉打压了李文亮 陈秋实 方斌等说实话的人 正因为中共的严重毒职 其他国家只能大量依靠 张展等公民记者的真实报道 了解武汉的实情 当局对张展的仓促审判 反映出中共有多么惧怕 那些敢说真话的公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网络博弈 中国网络自由观察 第一站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网络博弈 我是主持人小安 大家好 我是张展 武汉市市民对政府感恩吗 或者说这个问题 可以通过教育解决吗 这是上海女公民记者张展 今年3月7号 发布在美国油管网上的视频片段 我采访了几个武汉的市民 大家的反应是这样子 不好说 就是因为在中国封禁的美国油管网推特网上发表这些有关新冠疫情的视频和言论 张展5月14号在武汉被上海警方抓捕 12月28号张展在上海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 判处4年刑期 张展案的这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之后 国际舆论纷纷谴责中国侵害言论自由 迫害就位置身在武汉报道新冠疫情的女公民记者 当天上海有一位律师因为在微信上发表张展案的消息 被警方传讯大约五个小时 可见中国试图禁止民间议论张展一案 那么海外推特网友对张展有何议论 张展在美国油管网上具体都说了什么 被控寻衅滋事 今天的网络不易节目带您去看看详细情况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张展 他是在1983年出生在陕西的咸阳 今年37岁 他拥有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的硕士学位 在上海是从事过律师的工作 这个星期一呢 他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是坐着轮椅出庭的 外界猜测他是因为绝食了几个月 导致身体极度虚弱 美国的光传媒网站创办人旅美企业家王瑞群 你是说张展这样披露真相的人不应该被判刑 我觉得张展这个事情让我们再去很震惊 这四年岂止是太重了 这四年就根本就不应该判刑 应该表扬他的这样一种奉献精神和公民精神 张展案在微信上呈敏感信息 上海的彭永和是关注张展一案 支持张展的一个律师 美国的光传媒网站发布的彭永和所写的短文显示 张展庭审案是在12月28号下午2点结束 几个小时之后的晚上6点多 彭永和从家中外出计划和朋友相聚时 在地铁站被警方人员带到上海的航头派出所 警方说他在微信的朋友圈发张展案的信息 彭永和当晚11点多重获自由 可见张展案在中国的敏感性 光传媒网站刊登了张展所写的微信文章 题为人命不在他们考虑的纬度内 张展在这篇文章中说 他们如果考虑人命或许在大跃进之后的三年饥荒中 就考虑放下权力 或许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就放下权力 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就放下权力 但是没有 相反的 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庆功会 庆祝自己如何成功的 碾压了中国民众的生命之后 仍然保住了自己的权力 光传媒网站发表这篇文章的编辑在编辑案中表示 张展的文章极为犀利 他对中共政权的认识非常深刻 到位 摘发此文可以从中 可见其精神和奋起抗争至今的历史源头 王瑞琪女士表示 从张展的履历来看 张展是非常聪明 非常好学 非常优秀的 他放弃了自己本来可以优越舒适的生活 从事揭露中国社会真相的活动 是非常有勇气的 张展这个小姑娘是83年出生的 很年轻的女士 你从她个人履历来讲 她可以过一种很好的生活 因为她是西南台大毕业的 第二她到了上海以后呢 学了法律考取了律师资格 也是不可多得的 这样的一个跨领域的优秀分子 很多推特网友对张展被判刑表示气愤 六四天网义工王晶在推特网上表示 从上海公民记者张展的起诉书 量刑建议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 又一起因言获罪的政治审判 正在暗箱操作着 只因为他在互联网上 说出了武汉的真实疫情 和接受了外媒的采访 一党独裁 遍地实灾 强烈要求结束中共暴政 释放监狱广大政治犯良心犯 另一位叫石云娘的推特网友说 张展事件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和耻辱 也是我们大陆人缺席的灯塔和希望 还有一位叫内森人的网友说 法治的倒退 民意的丧失 绝对应该宣布张展无罪 并且公布陈秋实的现状 还有一位叫阿维未央的网友说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就是用暴力来制造恐惧 用恐惧来驯服14亿中国人 恐惧使人变得自私麻木 堕落 愚昧邪恶 被中共暴力70年的中国人 变成了一种彻底的木头人 除了模仿和跟从以外 几乎丧失了活力和精神 而知道这些恐惧的邪魔 张展居然都无权嘲讽他们 是张展的诚实 让中共恐惧了吗 也有推特网友从张展 联想到中国著名企业家马云 一位叫北国移民的推特网友 发帖表示 有张展的初一 便有马云的十五 不知中国的企业家 与大富豪们 有没有想到 其间的联系 还有一位叫 小钢瘫的推特网友说 大家一起来 为每一个张展发声 让全世界都知道 中共的邪恶 当然赶走 中共 我们靠不得别人 我们只能靠自己 只能不停的发声 来唤醒墙内更多的民众 还有推特网友呼吁大家写信 向狱中的张展表示问候和支持 一位叫沈彦秋的网友 推文表示 所有有良知的朋友们 还有两天就到2021年了 拿起你手中的笔 写一张明信片去安慰张展 让张展在看守所里不再孤单 因为我们都是张展坚强后盾 张展你好好活着 坚强活下去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华一路351号浦东新区看守所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专题节目 网络博弈 小安主持 请继续收听 那么推特网上流传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机关 对张展的起诉书和量行建议书 指控张展在新一贯疫情严控防疫期间 编造散布所谓的虚假信息 当成社会质疾混乱 张展是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的 中国今年新入狱的五位新闻工作者之一 这个组织亚洲项目协调人石蒂文 巴特勒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提到 张展在武汉报到的是事实 他说自六月份起 张展开始进行绝食抗争 他报到的都是真实的信息 他在武汉街头采访市民 他批评武汉政府 一般这种情况 中国政府希望当事人坦白他们做错了 但是张展坚持自己的立场 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 不过是报到了真实的情况 那么张展在遭到中国封信的美国油管网上到底都说了什么呢 现在打开张展美国油管频道 可以看到张展在今年二月至五月期间 在这个网站上上传了122个视频 网络不易节目以前曾报道过 一些网友因为在推特和油管网上发布信息 被中国警方警告或者是承受之后呢 往往会因为受到警方的威胁 被警方要求清空美国社媒的内容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在张展被捕七个多月之后呢 他发布的这些视频仍在油管网上 我今天的主题其实是李文亮先生 张展在美国油管网上发布的第一个自拍手机视频 是2月7号 也就是武汉眼科医生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去世的当天 标题为张展关于言论自由的声张 给人感觉是李文亮去世触动了张展第一个油管视频 中国的公民既然没有原本自由的权利的话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文亮 接着第二天张展就在油管网上发视频 说他已经到了新冠疫情的始发地武汉 接着张展用手机拍摄了 他在武汉街道超市方舱医院雷神山医院 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地走访的所见所闻 在世界聚焦武汉新冠疫情 但中国又严密封锁消息的时候 张展通过他发布的这些短视频 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官方媒体 没有展示的一些场面 这是晚上12点40 电影馆的焚烧炉里面的声音 他们确实是在昼夜工作的 但是门口车很少 具体的数量不太清楚 张展作为一个公民记者 观察视角细致敏锐 武汉社区里封闭管理的铁栅栏 武汉方舱医院的焚烧炉 过到挤满患者的医院 社区送来的爱心菜 居民小区倒在地上的老人 武汉小狗饿死家中 销炉车上门清理 武汉火葬场深夜的轰鸣声 这些细节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很多视频都夹杂着武汉街头的喧嚣的声音 在油管视频中张展多次批评湖北武汉政府不透明 信息不公开 不知道什么时候保密成为政府的一个大任务 所以这场疫情是一场纯粹的任务 所有的什么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在我听起来都很可悲 如果我们都不能对今天这个现实做彻底的认可 彻底的反思的话 这种加油 作为一个中国人 觉得是一种天真的小粉红 说的话 在2月11号的视频中 张展说新冠肺炎其实是社会主义肺炎 冠状病毒肺炎 可能更准确的 从这次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扩散的特征来讲 应该成做是社会主义肺炎 因为它有几个典型的社会主义特征 一个是在已经发现疫情的时候 隐瞒不报 一直拖了有一个多月 直到疫情无法掩盖为止 第二个特征是 歌功颂德 就是在民众还饱受着 疫情的痛苦 扩散疾病的痛苦的时候 官方的媒体 仍然不忘记 对政府 所谓的高效 大家赞扬 称这是中国速度 第三个特征是 政治安全 公安部 依然不忘记 将政治安全放在防疫工作的首位 将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二位 通过这些视频 张展批评武汉以疫情为由 实行农化管理 他还提出 连生存权都没有的话 国家还有什么意义 他在3月4号发表在油管网上的视频中说 由于制度缺陷 武汉当地防疫措施 冷酷野蛮 照搬上层一死 光传媒网站的创办人 毛瑞琪女士表示 实际上张展他们这种形式 包括陈秋实这种形式 他是更直接在洗衣线 去透露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 以及中共的欺骗 对世界的欺骗 作为中国政府来讲 他的核心的这些智能部门 尤其是他的所谓的公检法 这种刀板的部门 他是很凶产 中国的公检法 实际上就是一个 对良性人生式的迫害工具 这次网络博弈节目 15分的时间马上就到了 这次的节目里 我们向大家介绍了 本星期在上海被判刑4年的 公民记者张展 发表在美国油官网上 视频的内容 这些视频内容 在大陆无法看到 正是这些视频 导致他入狱坐牢 好的 欢迎大家在网上转推 我们的网络博弈节目 我的推特和脸书账号 名字都是小安 祝各位新年快乐 感谢各位收听 下次节目再会 根据美联社30日公布的调查 中国内部文件显示 与疫情相关的科研论文 需精审核 并指示所有研究团队 不能对外提供疫情相关数据 生物样本病原体等 国际社会的科学家 与中国研究人员的合作 备受阻碍 美联社获得中国疾控中心科技处 今年2月25日颁布的 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应急响应期间 有关科技管理的补充规定 附件写道 疫情应急响应期间 要集中优势力量 分清轻重缓急 将主要精力放在疫情防控中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 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 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这个通知还明文规定 任何人不能一个人或研究团队名义 擅自提供包括数据、生物样本、病原体、培养物等疫情相关讯息 给其他机构和个人 美联社的调查中 包括与众多中国和海外科学家官员进行访谈 以厘清中国政府如何由上而下管控疫情信息 其中一位与中国疾控中心定期合作的官卫专家 向美联社表示 他们只选择他们能信任的人 那是他们可以控制的 居方和其他团队正为此努力 据报导 中国除了阻碍与外国科学家的研究合作 阻止外国媒体调查新冠疫情源头 也资助和宣传指出新冠疫情并非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内容 美联社获得的另一份 中国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科研公关组3月3日颁布 括号标注此件不公开的通知上写道 各地单位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加强审核疫情研究成果 主动沟通协调 如未按规定程序承报及发布虚假科研成果 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要追究责任 有不愿居民的前中国疾控中心官员向美联社表示 他认为这是出于政治考虑 因为海外人士可能可以找到和中国相抵触的说法 所以一切都受到控制 在官方高举疫情防控的大旗下 中国新冠科研项目成果持续受严密管控 世界对新冠疫情源头的研究已久扑朔迷离 持续受阻 自由亚洲电台实习记者林佩玉综合报道 积压超过17个月的长沙公益组织成员 成渊刘达志和吴葛建雄三人案至今没有结果 近期吴葛建雄的母亲葛红脑病突发已进入临终状态 吴葛建雄的父亲吴有水向长沙中院和湖南省国安厅看守所提出申请 要求让其独子吴葛建雄借母亲最后一面 但未获官方回复 本周一在红十字会人员陪同下 吴有水至长沙中院 为冠心器官一事办理吴葛建雄的授权手续 也被官方拒绝 对此吴有水感到愤怒 他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太悲哀了 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在我的眼中 这个社会任何年冠线器官一方面我们国家说到处都冠线器官精确 另一方面当有人冠线的时候 然后又会有关过门会 连这么一件事情就无从不过去透露 你说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 致力于推动政府增加透明度 倡导政府信息公开 并关注残疾人士权益的长沙赋能 创立于2016年 该组织成员成渊 刘大志和吴葛建雄 去年7月被长沙市国安人员抓捕 当局指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该案于今年8月在长沙市中级法院秘密开庭 被告人律师及家属未获旁听 更不知庭审内容截止目前 家属不知三名被告的情况 被捕者成员的妻子施明磊 对本台说长沙赋能三名成员被任意羁押 在过去的这个520多天的时间里面 他们没有见过自己的律师 他们通讯的权利也全部被剥夺 我们家人给他写的信 没有一封就是有回应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每一次就是前往这个看守所去送东西 我们只能站在这个大门的外面 从来没有办法获得他 关于他们的任何的一手的信息 施明磊说自从8月底秘密开庭以后 没有收到开庭的公告 也不知道哪一天宣判 我们真的觉得如果他们就这样子 秘密的起诉 秘密的开庭 秘密的审判 甚至秘密的送进监狱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 我们不知道这个中国的所谓的法治 体现在哪里 而我们家属会继续为他们的律师辩护权 还有他们的通讯权 这基本的权力去抗争 圣诞节前夕 美国加州旧金山市议员马兆明 致信旧金山市市长布里德 建议关注长沙公益案 并建议市长布里德考虑终止 以长沙市的姊妹城市关系 马兆明给布里德的信中提到 长沙官员拘留了社会公益工作者成员 刘大志和吴可简雄已超过一年 其间不允许他们会见亲人和律师 马兆明议员恳请布里德写信 给长沙市市长郑建兴 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三名公益人士 长沙赋能创办人杨战青对本台表示 我觉得马兆明议员的建议行动 不仅能够让旧金山证件审失和长沙的关系 也会让长沙官方迫害公益人士的成本增大 我希望长沙官方能尽快纠错 早日释放成员刘大志和吴可简雄 否则很可能成立 因侵犯人权而失去姐妹城市的先例 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艺人评中心 联合创办人陆军对本台说 旧金山市民有着悠久而辉煌的民权运动历史 本次马兆明议员的一举 再次表明了这个城市对其价值观的真实 姐妹城市关系本来就应包括城市之间 携手追求文明和进步 相互促进人权保护 而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利益 马兆明议员此举 很有可能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城市 引发连锁反应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根据委权网上星期三报道 现年30岁的青海省国劳州麻庆县 藏人牧民乐志多姐 自2019年到2020年期间 因多次在个人社交网站上 转发和发布赞美祝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朗妈 及流亡西藏公务员的图文与视频 并在今年3月敏感期 用微博转发一篇含有西藏独立内容的图文 于今年7月14号被当局拘押 本月14号遭国劳州中级人民法院 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刑一年 他当庭表示不上诉 有关方面 本台从星期二到星期四分别采访 居住印度南部和北部的青海马庆级部分僧俗藏人时 均表示对马庆县藏人牧民乐志多姐被捕或刑事件不知情 其中一人表示 青海国洛一带因为发生过许多藏人次分和抗议示威事件 因此当地一直以来都在当局的严密控制中 包括每个人的手机微信都受到监控监听 一旦与藏人亲友取得联系 他们也不敢谈论任何敏感话题 所以无法查询有关情况 西藏问题研究员藏人新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负责人 格桑兼参 星期四接受本台采访时 对当局的这一做法提出了谴责 并表示 赖志多姐选择不上诉 是明智之局 他对此解释说 这次青海省郭鲁州对联志多姐的这种审判 有上诉的可能吗 如果这样的一些案件 其实有一百个理由 你上诉完全是没有任何的 而希望的因此选择不上诉 并不是说承认了我有这样的罪 而是因为中共从上面到下面 完全都是一个阶段 对藏人进行这样的打压 所以藏人没有办法上诉 这是一个西藏的现实 格桑兼参表示 中共对敢于表达信仰的藏人进行打压 就会逼迫更多人进行反抗 中共的这种做法已经是司空见惯 见怪不怪了 可以说他们已经到了黄黄不可终日 草木皆兵的恐慌状态 他们一方面动员 紧励赞人要全说海外的西藏 请你朋友不要参加任何所谓反抗中共的政治活动 而且以经济救助作为诱惑 另一方面在西藏呢 他们全面封杀任何与海外藏人有关的讯息 并把这些作为妄图分离国家的证据 对藏人进行任意打压 监禁 这样的做法 我认为只能会更加激起藏人的反抗意志 此外印度南部西藏折奔寺僧人洛桑 星期四告诉本台 中国当局在青海和四川藏区消除宗教标志 践踏藏人的信仰 他说中国当局以环保为由 从今年六月以来在青海国洛和四川甘孜境内 展开清理整治经番运动后 又进一步开展遮挡六次真言运动 藏人在山上设立的六次真言观世音大明咒 被当局用绿色塑料遮蔽 并在部分神山圣地图写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政治标语 引起当地藏人不满 认为当局此举是严重践踏藏人的传统信仰和习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单真的采访报道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13号 我是张展 这是中国公民记者张展 今年初亲赴武汉记录封城后的新冠疫情时 在油管发布的第122个视频也是最后一个 5月14日 张展在武汉所住的宾馆遭到上海警方跨城抓捕 次日被以涉嫌群性滋事罪积压 12月28日 张展被当局判处四年徒刑 张展被捕后在狱中绝食抗疫 身体状况极差 遭到强制罐时 双手被用约束带绑在腰间无法活动 面容苍白销售须坐轮椅出庭 他的辩护律师任全牛在12月17日会见张展之后写道 张展于9个月前在视频中的样貌判若两人 面容苍白有皱褶 瘦的几乎就是皮膏骨 年他身高大约在1米8左右 虽然冬天穿着一层厚棉衣 但仍能看出 他瘦的几乎就是走路五度打晃 几乎无法支撑自己高大的身体 视频里的张展双甲丰厚饱满 镜片后的眼神忧郁 却传达坚毅不恼的神情 看着镜头道出他的所见所闻 其实我今天很纠结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这些人这些事情可以推动我从一种绝望和恐惧中 往前再进一步 或者说是去关注他们 为他们再说一点点话 张展在2月初武汉宣布封城之后的几天到达当地 不久之后 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师病逝于武汉市的中心医院 新冠疫情失控蔓延 在政府一声令下而遭到封锁的武汉 人心惶惶 张展深入寻求疫情真相 用视频记录封城小区的第一现场 透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 揭露中国特色的威权防疫 如何剥夺了人们的基本权利 并公开批评政府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犯下了严重错误 我无法后退 因为这个国家不能够后退 张展是继陈秋时 方斌和李泽花之后 第四位因为在武汉报导新冠疫情 而失去自由的公民记者 也是当中的唯一一位女性 在中国政府日渐高压的舆论管控下 勇于揭露真相的公民记者们 只能踩着钢索行走 这对在社会上身处劣势的女性来说 更是如履薄冰 张展却迎难而上 因他的决绝和刚毅 被外界称为现代般的林昭 多次公开声援张展的原苏州中学教师 潘露就这么说 他跟林昭的性格是有点像 就是想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 做一个蜡烛 他始终想 这个国家到这种程度 是每个人都要负责任的 所以他义无反顾的 用他的血肉之躯 去撞这个专制的枪 潘露是透过一个自媒体 与张展初次接触 原本预计与他共同制作 武汉新冠疫情的专题 这个计划 却因为张展被抓 未能实现 潘露告诉本台 虽然张展信之多明 即将面对抓捕 却仍勇往直前 坚持记录真相 张展曾经在武汉时 给朋友的语音留言中 如此说道 我是心有余做不到 我是心里知道 这个国家需要现身 需要牺牲 需要血和肉的代价 来换来和平和自由 但是我做不到 但是我要尽力 朝这个方向去做 众人心中的金国英雄 不止张展一位 从因揭穿七部长文件 被求七年的记者高瑜 住家遭到强拆的李玉兰 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女子董瑶琼 以及纷纷站出围权的709家属 根据国际人权机构 关注中国政治犯的统计 中国至少有 220多名女星的良心犯 或政治犯 因为追求民主自由 或是维护权力 而锒铛入狱 北京八九艺术家季风 如此告诉本台 政治这种东西 就冲锋陷阵的 一般都是男人 突然冲出几个女人来 就很显眼 突然感觉到眼前一亮 季风的友人 即是声援 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 而遭到抓捕的 金城虾女耿硝男 9月9日 北京文化及出版界的人士 耿硝男夫妇 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拘 一个月之后被批捕 外界认为 当局抓捕耿硝男 与她积极声援 许章润陈修时等异议人士有关 耿硝男在7月底 接受本台记者 北明的采访时 被问到 为什么要冒着风险 不以余力的呼声救援 她是如此回答 自己的这个能力有限 才华有限 能量有限 我可能永远都做不了那种 牧羊人也好 掌灯人也好 或者这种做不了英雄 但是作为无名之辈的我 作为小人物的我 我想我还是可以做到一些事情的 比如说我做不了英雄 但是我可以为英雄献花 我可以为英雄牵马 英雄如果说有朝一日倒下了 我可以为英雄收拾 现年46岁的耿硝男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是个才华洋溢的出版人 电影人 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和艺术涵样 为人潇洒 仗义热情 在北京的文化圈颇具盛名 谈起心中的耿硝男 清华大学社会学的教授 郭于华就这么说 从外貌上或者说初步给人的感觉 是一种温柔的这种女性的这种 很明显的这样一个亮丽啊 这样的一个形象 他其实内在是有非常坚硬 非常刚强的这样的一面 就是你甲骨柔长的 郭于华在变化那头回忆起 七八年前和耿硝男出世的场景 难以忘怀在一场文化活动上 担任主持的耿硝男 亮丽开朗的形象 和他深厚的涵养 以及对文化艺术 充满思想深度的理解和用心 耿硝男的另外一位友人 北京电影学院的退休教授 郝健在回复记者新建时 就这么写道 我对耿硝男身上那种仗义 豪爽 洒脱的气质非常敬佩 与他相比 我们许多平时被称为知识分子的 中国男士身上散发着犬儒之气 在郝健自美国海归 在宾馆隔离的第三天 耿硝男失踪的消息传出 郝健告诉记者 就在知道耿硝男下落不明的那一刻 他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自己回国了 在耿硝男身陷淋雨之前 他曾告诉包括耿硝健 北明等朋友 自己被跟踪的消息 但是也重复告诉北明 自己不怕 只要对得起良心 他便无所畏惧 但是我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呀 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呀 这些事情也同样是我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而为自由付出这些代价 是甘之如意的 是心甘情愿的 大国攻略 大国攻略 喜欢电影的朋友 最近应该很期待 日本的动漫电影《鬼灭之刃》 或许有些海外的朋友已经看过了 这部电影 12月底在日本拿下了 银食票房的冠军 这么受欢迎的电影 当然要和中国的影迷分享了 但是《鬼灭之刃》原定12月底或1月初 在中国上映 现在已经推迟 据说是有疑似辱华的情节 被召回重审 说到中国政府对电影的审查 那大家应该都很了解 任何可能有一点所谓政治不正确的问题 都会卡关 那么中国政府到底担心《鬼灭之刃》 有什么问题呢 根据好莱坞报导者报道 电影主角的耳环图案 很像大日本帝国主义的旭日旗 有辱华嫌疑 所以这个耳环在海报上已经被改掉样式 本来是放射状 现在改成横条 那么是不是改了之后 就可以很快上映呢 有待观察 我今天请到对中国影视产业 有多年研究的台湾中山大学 助理研究员廖美 来跟我们谈谈中国政府 对影视产业的各种规范 造成了哪些现象 先请问廖老师 怎么看《鬼灭之刃》这部电影 被召回重审的事情 我看过这部片 这部片没有任何入华的言论 可是他说他还要再审 因为怕入华 那个主角戴了个耳环 中国就说那个入华 因为那代表日本在军国主义时代 那个旭日期 如果他们真的要审 他就要把主角这个耳环 上面那个旭日 全部都把它涂成 不是旭日 因为他现在实际上在中国的海报 已经省了嘛 主角的耳环改了 那你改海报OK嘛 可是你要把电影里面 他所有戴耳环 这个全部改了吗 大工程 有可能吗 其实中国对这个管制限制 或者是监督 还有一些是下面的人 他们根本不敢做决定 他们很怕出错 你去改一个主角的耳环 从头到尾把它改过 这个是nonsense的 你知道日本把这个版权是卖给Bilibili 哦 B站 所以它不是在戏院上映 它是在弹幕网站 所以连B站都要这样省 好 我在这里先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 廖老师长期追踪中国影视产业的消息 也曾经去过中国 对影视产业做过田野调查 那么我在上周的节目采访廖老师的时候 谈的是中国对台湾艺人几种猎物的形态 挑战艺人的国家认同 挑战艺人爱不爱国等等 那么今天我想请廖老师进一步谈 中国对中国自己的影视产业控制的情况 廖老师 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国影视产业这个部门 被监控的程度是比任何其他部门都大非常多的 那我举这个例子 其实最近就是因为我做这个研究 我有在中国做很多田野 所以呢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 让我访问的 譬如说这些领域的人 包括制作人导演编剧 还有前制后制跟宣发的人员 也超过上百人 那可不可以谈一下您观察 最近影视圈的动态是什么 还有哪些现象 两年前中国开始不是限制古装剧 不能在电视上播映太多吗 对对 所以这些古装剧就跑去平台播放 所谓平台就是爱奇艺 腾讯或者优酷嘛 那最近有一件事情很特别 电影 私人最大就是华仪 那电视的话最大就是华特 他最近播了一部片叫做《平凡的荣耀》 那那个男主角是赵又婷 两个男主角 另外一个就是白静婷 赵又婷跟白静婷 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比所有人都要努力 在公司里谁不努力 以华特来讲 他以前是一个最喜欢做行销 大做公关 然后把它炒作到 大家都会谈论这个影片 那为什么这次完全悄悄的就上映了 那最近悄悄上映的电视剧太多了 我现在提平台荣耀 实际上是因为它不是古装剧 可是呢 最近悄悄上映的古装剧 简直多到你无法想象 像譬如说 有一个片是秦浩衍的男主角 女主角是李沁 叫做锦绣男哥 可为何就在赐婚之前 突然回到了沈家 他是悄悄上映的 然后更明显是最近有一个电视 叫狼殿下 他也是悄悄上映的 如果我俩爱上的不是同一个女人 我会教你这个朋友 那悄悄上映的原因是因为 我刚提到的狼殿下 跟紫绣男哥都是古装剧 所以呢 我们可能从直观上就会觉得说 现在中央如果不不利古装剧 那你就是能够上平台 能够安安全全的演完也就好了嘛 所以他们就悄悄上映的 可是平凡的荣耀 它是个时装剧 而且它是个职场剧嘛 虽然不到主权力 可是它是正能量 但是它为什么悄悄上映呢 理由就是 他买了韩国的这个电视的版权 那买了这个版权的时候 中国还没有限含令嘛 而且实际上韩国的综艺节目 韩国的制作人 跟中国合拍合作经验 就是水乳交融 是非常好了 他们在2008年奥运之后 就是大量的在中国的电视剧里面 尤其在制作跟后制上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自从2016年限含令之后 韩国的电视剧 还有电影完全从中国市场消失 一个都看不到 那个时候是因为萨德事件 那这个平凡的荣耀 他在2015年买这个版权 2018年拍好 为什么到今年才上映 因为他们一直在等这个限含令 解消之后 他们可以大大的宣传这个片 可是限含令一直没有解消 他就只好在平台上面演出 我现在要说的对照就是说 其实不是中国对台湾的演艺人员 就是监控的很严 实际上他是对中国的整个影视产业的监控 都非常的严 那这些人也非常的怕 因为他们常一部剧的制作 都是两三亿人民币 我知道像锦绣南哥 就是花了三亿人民币拍的 我其实有去跟那个剧主 在横店我跟的那个剧主 跟了快两三个礼拜 就每天我跟他们团购旅馆 然后就住在一起 然后一起去片场 一起去剧主看他们拍戏 所以我知道他那个戏 就是花了三亿人民币 那也是悄悄就推出啊 因为他很担心说 如果做了一些宣传 只要有网友站出来质疑说 你剧情有哪个地方可能有一点不恰当 那或者是说 政策上不是不应该有太多这种权斗吗 因为权斗或公斗 习近平政府希望不要有这种斗争 就是要正伪光 就是要有正面的形象 然后伟大的建国英雄 然后就是光明的展现 所以基本上很多古装剧 它的卖点事实上是权斗 只要有一点点权斗的这些古装剧 他们都很害怕被抓到辫子 那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子 就草草的赶快上映 但是这个草草上映 并不是他们会亏本 所以这也涉及整个中国 影视产业现在这个资本流动 跟我们以前认识的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说 因为像以前他们派一个电视剧 他们很想要卖给电视卫星公司 然后呢这卫星公司就会给他们 譬如说一级制作费是两三百万人民币 那所以你看他们有时候就会搞成70几级 对很大的 然后就可以卖很多钱 但是呢 他们卖给这些平台的价钱 已经好过卖给卫星电视公司了 现在就是说平台他们宁可自己买了之后 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要播 那我刚刚说的那个狼电下市 他总共有59级哦 他在第一天上线的时候 就马上全部release59级 哇 你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很担心 他播到一半的时候哦 出问题 对广电总局的叫他拿下来 对那最近那个被广电总局拿下来 有一部信叫雷霆战将 他是11月3号在湖南卫视上演 他播了九集之后就被特打 他是播那个八路军对抗国民党嘛 在八路军的那个总部 他让他们住那个豪华的别墅 哦 然后呢 主角的妆容 他就上那个法胶法辣 嗯哼哼哼 就很时髦 对呢 你知道其实以前的抗日的题材 都是八路军都是要非常特苦 所以他播了九集之后就被撤掉了 嗯哼哼 总共有40级级 嗯哼 所以这当然是全世界唯有中国 才可能对影艺人员这样钳制嘛 因为实际上他的那个平台 能不能survive 也是要看政府的脸色啊 对 以中国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普遍的case 就是掌控影剧的展现 嗯 掌控那些意识形态 然后一个社会的美学 嗯哼哼 一个社会的观感走向 嗯哼哼 这个是广电总局绝对不可能撤掉的一个方向 嗯哼 所以说中国自己的影视创作者 很多也是在走钢索 对不对 是 中国非常喜欢发布规范性文件 嗯哼哼 影视产业这种规范性文件非常多 其实中国现在规范影视的法律只有两个 嗯哼哼 但这规范性的文件可能有八百多份 嗯哼哼 到目前为止 嗯哼哼 不正当的资本扩张 嗯哼哼 可是你发现他过了三年之后取缔的全部都是平台业者 嗯哼哼 那这就有意思了 嗯哼哼 所以呢 我感觉下一阶段里头中国就会有一种变形的不一定国营企业自己主动出来经营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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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从它上升起伏 然后到下降 maybe你20年你可以看清楚一个全貌 可是中国的影视产业要用三倍的速度 也就是说你如果20年前 看中国影视产业跟20年后 那个变貌已经变了三种变形了 所以我自己进入这个领域是2016年 然后现在是2020年 这样才经过五六年 我就知道说 我现在如果回头去看2008年以前 谈中国影视产业的书 或者是2008年奥运之后 到2014年这阵子谈中国影视产业的书 跟2014年到现在 这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对 也就是它发展的这个变形 比一般的经济发展快太多了 然后那不止资本的投入 还有涉及这种政策的变动 然后再加上意识形态 所以它其实卷动的复杂度 是更深的没有错 就是水很深的 对 所以您从资本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影视产业 也是因为这个是资本决定了 影视产业的发展 没错 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从2014年到16年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jump 就是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影视公司 然后拍了很多很多的电视剧或是电影 可是有三分之一全部没有上艳线 也没有在电视公司播出 但是他们还是拍 为什么 对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有很多这种公司是透过这方式在行前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廖美跟我们分享了多年的研究 廖美最近在一本关于中国锐实力的英文书当中 对于中国影视产业有专闻分析 她今天可以说是把书中的精华重点跟我们大家分享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大国攻略 我们下一次再会 国军和共军的国共作战史 国共的军事史 不能让中共不断 不能让中共定调 国军将领胡宗南长子 前总统府资政胡维珍 30号发表新书疾风尽草 胡宗南与国军在大陆的最后战役 1949到1950说出了为父亲作传的初衷 胡宗南是在东征、北伐、统一、平乱、抗战、搅供、宝台等战役 全称参与的黄埔毕业生 胡维珍选在30号发表替父亲平反的著作 因为1949年12月30号 正是胡宗南将军接受蒋介石的指令 会立保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最后的据点 从海南到碑底 如同孤岛的西仓 当时共军已经占据了大半 胡维珍说 1950年3月 长官复兴逝世 在西北、西南牵引共军 另起炉灶到台湾 当时国军失败退到台湾 部队势气低落 通货膨胀 经济和政治制度最乱最脆弱的时候 如果共军集中打台湾非常危险 可说父亲带兵在西南牵制了共军 最后保住了台湾 前总统马英九致辞 推崇胡终南的忠贞 在国共战争的最后的阶段 有一部分的国军将领 一直不坚而投共 或者是暗中策动部队投降 不过我们还是知道 有许多忠贞的将领忠臣不二 他们追随胡将军死守西仓 他们选择明明知道是打不赢的仗 他们也回不了家 他们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智杰 台北30号有寒流 温度来到了入东最低摄氏10度 但这场新书发表会 坐满了白髮苍苍的长者 多是胡宗南部署的后代 当年在各地与共军征战杀场的将军之子 他们提到胡将军当年拿出三分之一的心想 照顾部署家庭 有人提到了胡将军就哽咽的说不出话 就哽咽的说不出话 谢谢 袁淑田将军之子袁铁雄 则提到对胡家两代的敬意 部队对于党官的风筝 那是胡东南乡 江军长他的感召 那我夫妻在日记上前 他这一生最敬佩的党官 就是胡东南乡 那我自己跟自贞兄长 接触这两天 我感到非常 我也非常敬佩他 为什么呢 他一直到现在 还在去探望这些民族 胡威珍说当时共军已经包围成都 部署请他父亲一定要先走 不能跟部队一起突围 但起飞时天气太坏 根本无法降落 只好硬是冒险先飞到海南 加上当时打电话请示蒋介石的四位长 参谋总长下令他不轻离开成都到海南 胡威珍说 我副主统总长就令胡长当 离开成都到海南 离开成都到海南 所以呢 这个有这么两个佐证 就证明夫妻 并不是所谓是逃到这个海南 后来外界就这么想说他逃到海南 非常难听啊 但是我们看到蒋介石他的预计中 这几天真的是震怒 我还是非常难过 非常难过 就是因为太难过了 我没有把他全部解释 谈到当年国民党为何失守大陆 胡威珍认为 当时西南战争无运输无补给 根本不可能战胜 但是军人本色就是不从 父亲和他能干的部署 有与共军作战多年的经验 但是不从蒋介石的指挥调度 被困在西南 可惜没有发挥 胡威珍分析 蒋介石在东征北伐都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在西南却惨败 错失了调兵的时机 因为最重要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四川 一个是云南 但四川的政要跟云南的政要 都欺骗了 而他被欺骗 他被欺骗了 而得到了这个天下 这是列南最大的遗憾的事情 胡威珍说 他希望透过这本书能够做出平衡 而客观的报导和分析 我父亲和他的同好 在七十年前的那样子的 奋斗 不是白白的奋斗 他们的牺牲不是白白的牺牲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要经典战法》 小华台北报道 什么 启动 双12位